创造101点赞王意外频出,吕小宇成最后赢家巧合还受内幕 创造101点赞王意外频出,吕小宇成最后赢家巧合还受内幕 是金字总要发光的,卓越总要被人看到 昨晚的101设置了最闪亮环节,即在每队公演的人中,由观众投赞选出变赞王,不但可以奔上特赦的点赞王位,还有权指定下一个出场的公演队伍 因为孟美琪是上一场的点赞王,她所代表的队伍顺势开启了本场的演出 孟美琪作为已经在韩国出道的艺人,对于编舞,歌曲可以说嫁轻就熟,而在选择队员的时候,她也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样的人可以保证团体的整体性 这次的公演她选择的忐忑从舞蹈到歌曲,都是她自己非常想唱跳的 但在排练的过程中,她才发现,难度有点大 队友跟她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一定能完成她的设想 但从效果来看,即便是从来没跳过舞的旁听声降身都丝毫没有露出破绽,这个团队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可以说,孟美琪天生就有当Leader的气质,目标清晰,集中努力 甚至是罗志祥在公演前三天,临时加难度细数,她也二话不说就接了任务,并且完成度令人满意 她所带领的这支队伍,绝对能够撑得上101中的太暴突击队了 孟美琪钦点了LM队第二个出场,他们带来的木兰说,说唱,中国风的粉红团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原创曲,每个人的词都在讲自己的木兰观,比如娇曼婷的词里,唱到我不是代父从君,战役是为了自己,说出了星二代想证明自己的愿望 王菊的词里,唱到Its girl不畏向夫交字,别再指手画脚诉说对活出自我的态度 只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观众们投出的这队的点赞网竟然是只有几句solo的魏锦,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可能是整个曲子太然了,魏锦的江南风一出,让观众更容易印象深刻 总之这队的点赞网,挺令人意外的 对于王菊的表现,其实这场比除了看到她的霸气外,没有很让人觉得善良的点 不过她的女性独立宣言,还是很鼓励人心的 25岁Pick自己成为练习生,为这个勇气点赞,希望她有一天能成为下一个张惠妹 提外话,真的没有人觉得队长MM和歌手张瑶长得有点像吗? 陈芳宇队因为有3A组合,所以这队的唱功实力不容置疑 队员之间的氛围也非常融洽,对于踢管这件事他们每个人都是表现非常自然 尤其吴应湘和李子婷,你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脸上只写着两个字,自信 所以他们毫无压力地奉献了一场高水准的表演 而李子婷则开启了本场点赞王的霸台模式 本场最大的意外,应该属于最后压轴出场的王晴队了吧 这个一直没被之前的点赞王们pick到的队伍,顺势落在压轴,不免让阴谋论者有点怀疑这个队的人员问题 但这并不重要 本来舞蹈动作简单到导师王一波都觉得没有任何胜出的可能性 但一句好在可爱啊简直是为这个队的happy ending做了预言啊 Dolcee为了甜蜜可爱艺术场就把全场迷住了,其他人更是继续其后 吕小雨的花环杂技为整个舞蹈增添亮点 而她本人最后的特写镜头,真是花仙子本仙呀 所以,小编觉得,也许吕小雨能最后获得本场点赞王,运气和努力缺一不可 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吗,何况还那么美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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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